哦,想要更细的,我这里倒有一物,阁下可否愿意看看,但此物价格可不便宜。 韩丽身后忽然传来一声粗壮的话语声,韩丽神色一动,徐徐转过身子,这件身后处站着两名大汉,一名身材高大,长发皮肩,给人一种危险的野兽气息。 另一人面容淡黄略显枯瘦,这二人均都是身穿皮袍,皮发的汉子身后背着一杆长长的金枪,尖头还有一个巨大的包裹。 枯瘦之人则单手提着一个数尺长的木匣,神色有些阴霾。 让韩丽目光一亮的是,二人一只手的手指上各带着一枚镶嵌零石的纸环,但是此物明显比张魁手上的粗糙得多,上面零石也小一号的样子。 邻居,炼体是,韩丽脑海中浮现出这些东西,转眼间就认出了二人的身份,嘴角微微一翘。 这要东西合适,价钱不成问题。 嘿嘿,那好,但这里不是说话之地,阁下先跟我兄弟到一个清静之地说话吧。 没问题。 韩丽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当即跟着二人出了此店铺,回到了街道上。 这二人似乎对附近极为熟悉,带着韩丽东一拐西一转后,竟然走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巷中。 这里人影全无,安静无比。 就这里了,新贤弟,你将那东西拿给这位兄台看看。 三人刚在这里停下,哭售的汉子就冲大汉吩咐。 知道了,包大哥。 那高大汉子答应一声,将尖头的一只包裹一把抓下,然后一抖,一阵叮了当郎乱想。 大堆的物品掉落一地,里面既有一些瓶瓶罐罐之类的东西,也有一些树皮瘦脚。 哭售汉子一弯腰,从里面剪出了另一个巴掌大的墓盒来。 那,阁下看看吧。 这是我兄弟和其他几名炼体士击杀一只递交得来的妖兽金。 此物不但纤细坚韧无比,还弹性十足,足可轻易伸缩拉长数倍须以上的。 地胶 韩利不知道这所谓的地胶是何种妖兽,但看其样子也是一种低级妖兽。 当即脸上丝毫异色未露,伸手接过木盒并打开了盖子。 一根细细的乳黄色东西,被一根红绳捆绑在一团,老老实实地摆放其中。 韩利也没有客气,手指在那红绳上一捏,顿时绳子寸寸碎裂开来。 接着扑的一声,原本盘成一团的兽金,一下弹射而出。 一端直奔韩利面门击射而来。 韩利单手一抬,明明看似动作徐缓,但不知怎么的, 五指一把抓住了兽金一端,然后手指一动。 笔直的兽金顿时软绵绵地瘫软下来,仿佛刹那间弹性尽失。 接着将这两丈长的东西拿到眼前,对面枯手汉子见到韩利如此动作灵敏, 和一旁的批发大汉不禁忽望了一眼。 这时,韩利将这节递交金细细地审视过了一遍。 以他当年灭杀无数低解妖兽的眼力和见识, 自然一眼就看出了此金的性质和特点, 以及如何加以稍加改造, 以更适合自己使用。 韩利摆弄了好一会儿,才单手一抖此物, 兽金一阵模糊飞舞, 盘在手腕上一阵回旋即绕, 化为一根淡黄色的手镯, 手臂一锤,长袖一放, 顿时将兽金遮掩得严严实实, 从外边丝毫一样都无法看出。 不错,此材料在低节妖兽中, 的确是难得的材料了。 不过这种东西对凶势用途不大, 用来当弓弦倒是最恰当不过, 对我也同样适用, 两位只要不是狮子大开口的话, 在下可以买下它。 看阁下应该也是练体式吧, 如此的话, 自然需用灵石结算了, 这根地胶金就要三十块灵石吧。 三十块灵石, 有些高啊, 但也不是不能接受, 阁下接好了。 韩丽在和柳儿四女接触中, 已经知道, 灵界凡人虽然还是用黄白之物做货币, 但是其中练体式, 因为灵具需要消耗大量灵石, 故而和修士一样, 以灵石来交易特殊物品。 只不过在灵界, 低界灵石的价值可没有人界那般大, 无论是灵具还是修士修炼, 大多都是以中高阶灵石为主, 毕竟此界灵气浓密, 远非人界可比, 就是顶节极品灵石矿, 在此界也并非没有, 只是大多掌握在那些高阶修士和大势力手中。 但就是这样, 三十块低阶灵石对一件低阶妖兽的激励材料来说, 还是稍微有些高。 韩丽当日虽然将储物带及一切宝物留在了沙漠中, 但是身处灵界, 灵石是最重要的, 自然不会忘记, 为了以防万一, 身上也留下了十余块终结灵石一座备用。 现在他伸手往怀中一摸, 手一扬, 一块灵石就抛了出去。 批发汉子一步迈出, 大手一抓, 就将此灵石抓到手中, 略一检查, 就满意地点了点头。 包姓汉子见此, 蛋黄塑的面孔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当即从身上掏出了一个普通的小皮带, 从中点出了七十块低节灵石, 用地上的一块瘦皮一包, 也扔向了韩丽。 那, 这些是找阁下的, 胸台如此爽快, 有机会的话, 我等不妨合作一把, 嘿嘿嘿。 合作? 以后也许有机会吧, 但眼下在下有事, 就先告辞了。 韩丽微微一笑, 冲着二人一抱拳, 从容地转身离开。 眼见韩丽一闪, 从巷口处消失不见, 大汉望了望手中的终结灵石, 再看了看巷口, 双目突然胸光一现, 对着一旁的枯受汉子低声问道, 包大哥, 这人面孔如此陌生, 身家有不菲的样子, 我们要不要? 将你那点心思收起来吧, 没看这个人手上没带邻居吗? 会如此做的练体事, 不是太穷了根本买不起邻居, 就是自觉修为够高, 普通邻居已经对其帮助不大, 不屑使用而已, 你觉得这个人属于哪一种啊? 这人出手大方, 自然不是那穷困潦倒的练体事了, 但他刚才不是向我们买了递胶筋了吗? 新贤弟啊, 你就能肯定对方买递胶筋 是用来当做武器吗? 啊? 说不定只是对方想用来 炼制特殊邻居的一种材料罢了? 现在的暗远城, 可涌进来不少外地的练体事, 其中不乏一些身手极其可怕的存在, 我二人虽然也不是弱者, 但还是不要冒失的好, 毕竟我这小命啊, 可只有一条, 大哥之言有些道理, 是我因为太缺乏灵食急躁了些, 但是寿潮马上来临, 没有中间灵食补充灵具的话, 我们同样会大有危险的, 怕什么, 只要受朝以来, 安远城的城主肯定会雇佣城中所有炼体事, 自然会发下一笔零食, 只要省着点用, 也够我们保命的, 枯术汉子似乎胸有城主, 心中早有定计, 这倒也是, 根据三皇和七妖王协议, 结单以上修士是不允许帮助各大城市抵挡收朝的, 想要保住城市, 这些城主不靠我们练体事, 还能靠谁啊? 你知道就好, 其实这协议也是相对的, 同样, 兽群中也不会出现五级以上的高级妖兽, 这个协议到底是谁占了便宜, 还真不大好说。 没多久, 二人将地上的东西收拾好, 重新走出了巷口, 消失在了街道上的人群中。 汉里离开了巷口, 在附近继续闲逛下去, 结果不久后, 在另一条街道上, 发现了自己离开天东商号众人真正目的, 一家专门出售各种典籍的书店, 不动声色地走了进去, 书店不小, 里面书籍种类非常多, 天文地理, 杂学百家, 颇为丰富。 因为只是普通的凡人书店, 自然别想有什么预检和修炼之类的书籍。 汉里不会对无用的书籍感兴趣, 目光全落在了有关介绍灵界环境和风俗社会的点击上, 只有通过这些东西才能初步了解灵界的情况。 不再对此一无所知。 他没有客气地一连挑了数本厚书, 最后又从书店买走了一张有关附近区域的地图。 韩丽身上没有带什么黄白之物, 但零食对普通凡人来说同样珍惜之极, 当即支付了一块低节零食, 店主大喜之下, 还另行找回了一些银粮给他。 他单手托着几本书籍, 找了一家酒楼, 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坐下, 随意地点了普通菜肴, 就静静地翻阅起书籍来。 虽然韩丽神念无法理体, 但是过目不忘的本事自然还是依旧存在, 尽管几本书籍个个都其后无比, 但在韩丽不慌不忙地翻阅下, 速度却是惊人, 并且每一字都牢牢地印在了脑海中。 韩丽面容一直波澜不惊, 但心中却早已对书中的内容有所了解, 翻滚不停起来。 别的不说, 光是有关对灵界环境地理的详细描述, 就让韩丽心中骇然至极。 原来他在路上经常听天东山号诸人提及的天远镜, 竟然是人族三皇中的天远圣皇统治的人族区域。 除此之外, 人类盘踞地方还有玄武霸皇控制的玄武镜, 以天妙灵皇控制的天灵镜, 这二皇通常被人简称为霸皇灵皇, 而原先是人类炼体式出身, 后来却改修儒家法门的天元圣皇, 却号称儒皇。 他所统治的天元镜也是风俗习惯最接近韩丽所在的人界, 这也算是他的运气不错吧。 这三片人族境遇均都广大无比, 里面设有多个上千、少则数百的大小人类城市。 而照书上对城市的划分, 安远城这等可一下居住近亿人口的城市, 在灵界却是小城无疑了。 其他的中大城市无论面积还是人口都远超安远城规模, 天元圣皇居住的天元城面积之大, 甚至足可和人界的一个小国家一般无二。 不过相比其余二境的人类主城, 天元城还算是最正常的存在。 因为霸皇居住的玄武城, 竟是修建在一只叫参陵远古巨龟背上, 是一座可以缓缓移动的海上巨城。 而灵皇的天陵城更是出奇了, 直接建在一颗直径百里, 据说可以直通仙界的晴天灵树上。 韩丽看到这里, 心中的亥然自然可想而知, 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 据这些典籍上介绍, 除了人类居住的三皇境外, 这附近还有七妖王统治的七妖之地, 妖族和人族的关系竟然是半敌半游。 之所以这么说, 因为即使三郡和七妖帝夹在一起所占的区域, 也不过是灵界中的沧海一宿。 在二族统治区域外的地方, 则是其他异族生灵的天下。 这些生灵大半是灵界的原居民, 比如说数不胜数的灵界各种蛮荒古兽、 上古巨人等种族, 也有和人族一般强行破戒来到此界的其他群居异族。 这些种族虽然接触不多, 但已知的几个却全都不逊于人族和妖族的强大种族, 都具有自己的独特神通, 强大处丝毫不下于人妖二族。 而除此之外, 在灵界更有许多几乎可和真仙界仙人一般的强大个体, 比如像寒历已知的罗侯、 昆蓬、真龙等可以一定程度上忽视界面之力的可怕存在。 在如此多凶险之下, 人妖二族虽然大神通之事辈出, 但在灵界也只能堪堪立足而已。 虽然平常的时候大为敌视, 偶尔也小斗一下, 但是面对强大的敌人时, 二族又不得不联手抗敌。